Puby Enemy 時段 接著我們又回到Puby Enemy 的時段 而剛才我們介紹的槍 以及試了一個單發連發 這個PTS的PD-RC 我們現在會做火力測試 我們今天用的是 0.25g 的BB 蛋 我們試試看它是甚麼火力測試 16 6 層 OK 試了十槍 我們上一個平均火力是多少 1.1 非常健康 遲些夏天這枝槍下槍應該都會腦有癌 即是不太勁 另外如果說不會太勁 這枝槍還有後著 大家拔開這塊膠 然後它鬆了兩顆螺絲 就可以快刷彈弓 有快刷彈弓的系統 遲些雜誌會有些硬照 拍給大家看如何快刷彈弓 然後如果想嫌雜誌性不好 就可以在這裏鬆開 就在這裏調較開 可以在這裏調較開 輪盤型就非常容易調 然後如果裝上去都非常容易 只要用這裏調整 整支都非常簡潔 整支都是膠造的 售價現在都知道了 好像$2500港幣 都可以接受到合理的價格 意義一支電槍有新設計 有拉審 OK 今天多謝各位 先說一件事 剛才大家看到 是會插到一些招架 本身的項目是短架 其實背後有一個概念 因為它說這些槍 本身來說都是給一個短距離 或者給坐車 或者保安人員 即保安人員用 所以有時它不需要那麼多長的架 因為坐在車時會有時間這樣住 所以它的問題是短架的 另外亦有個好處 就是你趴下的時候 如果你趴下的時候 它就不會頂起了那支槍 不過我本身來說 喜歡長的架 基本上它是PTS的 那些P-MAC、E-MAC都插進去 看看是多好看 多似功學基因運隊 好 那今天這個介紹 這個PDRC的介紹 今天就是這麼多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介紹 也可以多點留意一下 我們的POPENEMY雜誌 或者每日的更新 會有更多PTS的生產品 會發佈的將來 謝謝 今天又是POPENEMY的時間 今天就來到Ground Zero 就是拍些新的東西 拍些什麼新的東西呢 就是PTS最新推出的 PDRC 差點說錯它的名字了 今天就看到這麼帥氣 這位這個鬍子 就是Ground Zero 其中一個負責人 Semi哥 今天找到他做目的特意 非常帥氣 為什麼呢 看到了 不用我講 今天就順便找到他們做測試 會試一下 這個什麼 試一下基本的雜彈之類 還有待會介紹一下 它的分數 也會用測速機做一個測試 現在我們GChang就準備好了 今天用的是2.5G 電是11.1W的離電 用一條小的放進去 希望測試打一點 看看遲起來又如何 OK Semi 我們先試一下 好 它會先單發 因為GChang沒有單發連發視 是靠Trigger 如果輕按 就是單發 連發就是全按下去 按到盡 待會客觀點 看看我們的用家 試一下感受如何 好 OK 來吧 先看單發 連發 單發再 怎麼樣 覺得單發怎麼樣 單發和連發都流暢 不過很明顯這支槍的設計 是很用心的 因為真的要有真正的提子才能操控 如果我們用平時 玩玩遊戲的提子扣AEG的扣插方法 就很難做到它單連發的應變能力 所以大家如果要用這支槍 首先要練習一下 練一下手指 我們的手指 這個手指很有用 除了扣雞之外 有其他用途的 這樣就 我想問剛才你 你覺得用不容易會不足由單發 至於原發 不會 靈敏度其實是很高的 基本上如果用它這個設計來看 在這個 樂場來說 其實敏銳度是很高的 非常之 fit 比起任何 之前我們擁有任何系統的System 其實它的靈敏度是很高的 另外那個練法來講 會不會需要按到很準 其實練法 我開頭未真正拿上手 只是看街坊的街坊 其實我都會很擔心 會不會出現某一種 某一個類型的波箱 可能說用這個方法扣雞的時候 會不會燒電片 或者裡面燒銅片 開頭我也有這個擔心 但當你親身用手指 感受這個觸感的時候 其實你會感覺到和你真的有分別 亦都親身感受到之後 其實我都不擔心會有腦毛病出現 另外那個操控的腦毛病 例如你換架 操控方面可以說一下 其實是非常普遍的 因為它左右手都有一個 在這兩邊 這一個 這一個 基本上其實都是很方便 而且它的設計的尺寸 基本上 你可能說PTS是外國公司 但其實你會看到現在 基本上我們 普通亞洲人的身形 其實你的手其實不夠好 基本上是一托上手 就已經可以完全是 你看到它的尺寸 你也是一個高的亞洲人 那不可以說 正常的 又不夠高的 不過你會看到 其實大家可能會留意到 會不會是外國公司設計 兼容不到亞洲人的真人 其實在這支出上 根本就沒有這個 兩種人 我最喜歡它 就是它兩隻 這個控制 panel 這個Working State 非常之好 它除了這隻手指 左右手的 就是那個 那個強手 拿槍的手 都可以控制到 Magazine Release之外 你那隻Support Hand 可以這樣按 這樣按 就變成你可以 可以 兩隻手都可以控制你 門甲 它的靈品度 這樣就變得好一點 另外它亦都可以有心思 如果是真槍來說 它的Cocking Handle 這裡 左右手都可以用到 同樣東西 據我問了PTS的師兄 他說真槍來說 Cocking Handle 是不會動的 即是不會有打傷手的情形 另外它亦都有一個 很貼心的 就是可以 真槍來說 按這個按鍵 就可以控制排彈 跳彈殼的位置 可以遷就左手的射手 這個東西雖然在電槍 沒有實際功用 但是 叫多個細節 就叫多點東西玩 未來的發展 這個頭 原來是領得走的 我開頭都不知道 理論上應該可以扭到 滅聲器之類的 這裏亦都預留了 一個Laser 這支槍 我自己 其實我很少玩這些 不是 這個叫做 軍隊 軍隊 EASU的槍 但是這支來講 我也有興趣 真的叫做 叫做 據為己有 怎麼說據為己有 聽說很少貨 所以我應該就會 跟那邊 跟那邊說 可不可以不還槍 開張單過來呢 哈哈哈哈 不過看看他們怎樣 其實都是一支好槍 待會再有一個 火力測試 看看實際的火力 會有多少 我們待會見